大家来雾峰彩虚家年华 元宵节还没到 雾峰区公所已经充满浓浓的过节气氛 除了欣赏学生们制作的花灯之外 想要再次体验 过去家家户户提灯上街的热闹场景 来雾峰就对了 本来是五六八 现在跟我们两三千人 现在大家为这彩阶劳 非常重视 台湾的民宿文化的提倡 尤其是在务方 这些文化的法院地 真的有必要 更加需要的地方 热闹的元宵彩阶活动 从八号下午三点开始 有元宵制作和品尝 公所也准备了两款小提灯 民众只要携带废电池 就可以免费兑换 接着就等月亮升起 和彩阶队伍一起闪耀雾峰 2月8号星期六 那你会不会想过来 会 为什么 因为很好玩 可以跟大家一起行灯笼 很好玩吗 对很好玩 那晚上我们六点半开始 有一个彩阶的活动 那八点半左右 我们有一系列的这种菜灯米 还有这个摩采的活动 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 有60台的这个脚踏车 还有电冰箱 电视机等等 为了让采接活动更顺畅安全 公所将在物丰农工前中正路口 审议会前中正路口 以及四德路与林森路口 进行封闭管制 也提醒用路人配合提前改道 记者微婷台就速到